在咱们我们要画一个韩式妆容吧 第一步呢我们先涂一个会显得底妆特别干净的那种清透一点的隔离 然后这我新入手的一个气垫 其实像我这种比如说我今天出门 我的带妆时间只有那么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 就不会用粉底一层一层那种刷特别的贴合 就是经常有人会问我平时都是怎么护肤 我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做清洁 然后做做一些简单基础的补水 OK 定妆了吗 拍拍拍拍拍 OK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画一个视角 我今天要选了一盘特别梦幻的颜色是这样子的 紫色的颜色吧 哦 多少有那么一些过分 大面积铺底色 然后再涂一点这个深色 再沿着我的那个睫毛根儿涂一点 然后眼皮中间我们用一点点这种珠光色 像用一点这个粉色 你看看吗 它有点那种人与鸡的那种感觉 这边也来点 OK 下睫毛根儿也涂一点这个棕色 最后边内放大一些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画眉毛的时期哦 长眉就会显得成熟一些 咱们今天画一个稍微长一点的眉毛 完了 然后我们刷一个就是比较偏棕色的染眉膏 反正我们用的是浅色的染眉眉笔 刷匀 然后稍微把睫毛刷翘一点 这个是延长的睫毛膏 自然延长卷翘度 就是眼线胶饼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贴睫毛时间了 贴这个偏普通一点的 然后搭配一些这种一根一根的 现在已经贴完睫毛了 把一点卧蝉 眼下一直加深卧蝉 然后再加一点眼影 然后画一个这样亮晶晶的 只在眼尾加 然后在卧蝉的地方稍微点涂一点点 跟上眼有相互应的那个亮闪闪的 大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叠一下一丢丢的橘色在中间 显得有气色一点 一键也来一点 最后就到了我们的口感环节 有一点偏绝红的颜色 然后涂一个咬唇 可以让开 然后我们再涂出一种嘟嘟唇 咚咚咚的感觉 我说我忘了什么 高光我们用这一块 这儿涂一点闪的 嘴唇唇风吐 高光 顺度彩排 皮尖 鼻梁 眉峰 刷影影一定记得 眉毛就是这个最前面的地方 然后这样过度刷下来 鼻子去分开就显得鼻子更紧 颜色也来点 让做个塞 换塞部分上衣服 看一下 今日份装造完成 然后去画个衣服 我今天看到画展回到家 然后呢 刚刚卸了一个妆 清了一下我鼻子上的一些油脂 然后我们回家做一个简单的护肤 这个是我还剩一点点的一个精髓 快速抹匀 今天做一个比较粗糙的护肤 然后你涂一个刚到的那个精华 点涂在几个区域 然后你涂一个唇膏 我每次不唇唇膏 因为北京特别干 我到时候起来嘴巴就一定会超级干 干的不行 涂这个面霜 这是一个没有味道的 今日主打一个粗糙的合法 OK 一个完美的护肤 就是大家总是问 就是护肤要用哪些产品才会皮肤特别好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定时去做脸部的清洁 你得把脸清洁干净了 你涂着这些护肤 脸上才能吸收进去 晚安 拜拜